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错 大家好 上节课呢 咱们介绍了 博物PRP的一些基本操作 那这就开始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 MVC模式的设计思想中的 控制器在博物PRP中如何实现 好 我们先把手车打开 我们来看一下控制器 博物PRP框架呢 是以模块和操作的方式来执行的 所以呢 一个项目的应用中会有很多个模块 那每个模块呢 又需要单独去调用 所以呢 控制器是一个模块的核心 建议为每个模块单独生一生命一个控制器类 比如说咱们这设计项目的时候 最开始肯定先确定这个项目的应用 比如说分为前台和后台 来我这里边咱们花点时间来介绍一下这个 分为前台 分为后台 后台 这是分两个应用 那如果有几个应用 按照昨天 按照咱们上几个说的 那前台咱们叫做index.PRP的主入口文件 后台咱们也有一个入口文件 叫做admin.PRP的一个入口文件 前台呢 将所有的代码咱们放在home目录下 后台将所有的代码放在admin的目录下 然后呢 并不是说一个前台是一个整体的MVC 也不是说一个后台是整体的MVC 那针对主入口文件呢 我们再往下细分 再往细分 后台 比如说我们划分成多个模块 比如说后台我们划分成多个模块 因为一个模块就是一个独立的操作过程 比如说后台我们有这么几个模块 要用户登录 可以因为登录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过程 所以就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模块 还有后台的一个管理平台 管理平台 就是整个一个后台界面也可以算成一个模块 比如说后台的用户管理 后台的有公告管理 公告管理 后台的文章管理 文章管理 或者是相册管理等等等等等等 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模块 所以呢 针对每一个独立的模块 咱们要建独立的一个控制器 那前台呢 咱们也是一样分的 前台我们可以这么区分 比如分为 这样我先画出来 比如说前台我们又可以分为首页 首页面 然后呢 比如说二级页面 二级页 还有二级页 比如列表页 还有文章页 文章显示页 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的搜索页之类的 假如我们还有个人中心 那假如说 我们在前台分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首页 二级页面 三级面 独立当成一个模块 那么我们就可以每一个页面 我们声明一个控制器去控制 如果把三个当成一个控制器来看 也行 当成一个模块 就页面展示模块吗 那就可以往一起放 所以模块可以是拆散到很细 也可以整合到怎么的很独立 那比如说 后台咱们这么分号分了 前台 刚才都说了 可以当成三个模块 这三个呢 我们也可以怎么的 统一当成一个模块 把操作写在一起 那个人中心呢 我们可以看成一个模块 但个人中心里边 比如说有 有发送私信的 比如说 还有修改个人信息的 修改头像的 那你觉得如果这里边的操作太多的话 我们在个人中心还可以去细分 还可以去细分很多个模块 比如说 个人中心的自己的什么 自己发布的 比如说信息管理 站内信 信息管理 比如说 个人信息设置 个人信息 的一些设置 还有比如说 头像管理 上传头像 摆放头像 对不对 以及自己的收藏 推荐 自己的一个什么 工具箱 等等等等 这些都可以单独当成一个模块 那 这就是我们模块的设置 可以把一个大的 分成 材细化 分成几个小的 也可以把几个小的 合成一个相对于大一点的 所以这都是咱们来确定一个项目的模块 那项目确定好模块之后 那我们就要按照手势来说的 为每个模块单独声明一个控制器类 那按照MVC模式 咱们的框架 比如说 这是咱们上几个课 写的两个主入口文件 按照前台后台两个应用 我们来访问一下 把目录结构生成 lockhost 下边的 细说 peerp 下边的 比如说 index.peerp 先生成前台的目录结构 再生成后台的 admin.peerp 后台的目录结构 那我们就看到了 其他是公用文件 前台的 写在这个地方 后台的 写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 这节课 我们主要是看控制器 而不看模型和视图 不看模型和视图 那 我们既然先看控制器的话 比如说后台 我们现在有这么多控制器 那我把每个控制器 起用一个类来控制的话 比如说 登录管理的话 我们就可以叫做user类 user类 管理平台呢 我们因为管理平台 用户一登录就是管理平台 所以叫做indice的类 那用户管理叫做user 然后公告呢 比如叫做notice文章 假如说咱们叫做article 然后这里边呢 其他的我们就叫other 假如其他的功能 那前台呢 如果把每一个独立的 做成一个控制器的话 那就需要三个类 比如说这个需要 这个类呢 假如说前台首页面的管理 我们叫做indice的.pap 不是indice的一个模块 二级页面呢 比如说叫列表list 三级页面 比如文章页面 我就叫做article 个人中心 如果下细分的话 比如信息管理 那就是比如说是 MESSAG的模块 个人设置的话 比如说prson 然后头像的话 比如说IMAG 然后工具箱的话 TOL 那我们需要这么多控制器类 假如是对一个项目 那如果我把这两个 合在一起的话 我可以把这两个怎么的 去掉都写在什么 indice这类里边 也是可以的 所以分自己怎么设置 如果这些操作不独立分的话 都可以写在个人中心里边 都可以写在这里边 那这样的话 里边的操作就多了 所以呢 我们先 比如说按照这个结构 我们先把类击建好 在后台里边 这块有登录页面了 默认已经给你提供好一个 一个类了 这是按照咱们上一届写的 里边这是货源信息 咱可以把它去掉 这indice的 比如说 这里边需要登录的 R 等一下 rogn login. 命名的时候 全部是小写的名称 然后.class.peerp 你只有这样命名 咱们框架里边才能找到 不要命名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 这块 登录和主页面有了 假如说 用户模块 user.class.peerp 然后 比如说 现在 还有公告 notice.class.peerp 然后 我们还需要 有文章 rti cle.class.peerp 然后我们如果项目里边 还需要其他的 other.class.peerp 因为你项目模块越多 你这里边控制器文件就越多 这是后台的 那前台的呢 我们在后面里边 也在控制器里边 默认这个 这个里边呢 你可以把首页二级一面 三级一面 搜索一面 放在一起去控制 那就当成一个模块 也可以独立去控制 比如说放在一起控制 那就放在一个文件就行 那比如个人中心 里边 有消息管理 mesag.class.peerp 然后 我们还有 点错了 有消息管理 比如说还有prison 个人设置 然后 还有 假如说工具 头像 头像 就叫图像 设置 image.peerp 然后还有 比如说一些 个人的一些操作工具 比如他的收藏 他发表的文章 之类的 比如说就叫 tol.class.peerp 当然根据你实际的情况去设置 那这样每一个类 就是一个独立模块的控制器 所以咱们项目是建议每个模块单独生命一个控制器类 那类名咱们讲完了 那具体类怎么实现 就看针对这个模块还有哪些操作 那这些模块我们怎么能访问到呢 比如后台哪个模块 你想直接访问到那个类的话 直接加个类名 比如user就直接访问到了 这就是我们的控制器 我们来看一下 控制器类的声明 控制器就类似于我们平时所说的控制器 系统的会自动寻找项目应用的 他目录下相关的类 如果没找到 则会定位到空模块 否则呢 输出错误提示 比如说一个书店上有用户管理 类别管理 图书管理 三个模块 则需要分别建这三个对应的什么模块的控制器类 反问一个模块 你看反问控制器和控制器的操作都需要通过入口文件来完成 那控制器呢 会管理整个用户的一个执行过程 负责模块的调度和操作的执行 另外呢 任何一个外部行为都可以认为是一个模块的操作 这就是下边模块的一些操作的一些方法方式 那在声明这个操作方法方式呢 咱们类是自动继承的 我给你画一下咱们类的一些继承关系 看一下 如果你在这个目录下 C-O-N-T-R-O-L 比如说这个目录下 声明的user类 .class.php 或者声明的 比如说article.class.php 那里边肯定是一个类文件 classuser 类名是大写的 然后 class 比如说article 类名 那 如果你想我的类的话 咱们系统的目录结构是这样的 等等吧 那最上面是 是smart类 然后 下面是 mytpl类 然后 这会是x类 然后这会有个通用的类 然后这会是咱们定义的 比如说index的这个类 或者是 手这么要大写啊 index的类 或者是用户的类 用户控制类 或者是文章的类 是这样的一层子关系 那现在呢 如果我们写一个类 你不写这个类 写继承什么类的同时 它会默认继承 当前目录下的 这个类 所以在每个控制器 目录下 都有一个这个类 咱们看一下 这个类里边只有一个空方法 什么int 看一下 所以 在咱们图里边 你不写任何类 不写任何继承的时候 它都默认继承这个类 这就是咱们一个默认继承的方式 比如说我这里边建了一个 比如说咱们这里边的图像 头像的设置类吧 只要我生命一个 peerp class img 我不用写任何继承 它就会自动继承 这个类 而咱们刚才看到这个代码 common这个类又自动继承 action类 这个action类呢 就是系统里边的类 action类呢 又自动继承 mytpl类 mytl类又继承 smart类 这就是一个框架结构的继承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这个类默认继承它 而这个类呢 又继承框架里边的 自动继承 框架里边的什么 看一下bass里边 这个action这个类 而这action类就继承什么呢 又继承mytpl 看一下 又继承这个类 继承mytpl mytm又继承smart 那smart在哪呢 那smart当然就在这个labor目录下 继承是这个类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咱们控制器中的 一个继承关系 空气类继承关系 但是这些从这以上 这些部分 是属于咱们框架里边 给我们提供的类 而这块以下 是归用户自己定义的类 归用户自己定义 所以你在开发的时候呢 没有必要去改变系统中类的设置 你只要在这控制器下 写你自己类就行了 包括默认的这个类 比如说 咱比如说找一个 在后台里边 包括默认的这个类 因为这个类既然我给你放到这个目录下 就说明你对这个类里边内容 可以任意的去添加方法 去改写这里边方法 后期呢 我会重点说一下这个类的详细的作用 那 所以说放在 自己这个目录下的 这些类都是归自己去定义里边的内容 而系统类都帮我们定义完了 那系统类都定义什么了呢 这块既然是smarty 咱们前面课程重点讲了 用很长的时间 咱们讲了smarty 所以这里边都是间接 在用户里边就可以直接用smarty的方法 将数据分配给谁啊 分配给模板中去使用 分配给模板中去使用 那 这也是干嘛的 这是smarty类 这个类没有其他的作用 因为它是继承smarty smarty有一些默认的属性 并不适合当框架用 所以我用了一个一层继承 一层继承 继承这个类 并将smarty的所有出入化信息 和对smarty的一些改版信息 写到这个类里边 所以用户类在用smarty的时候 也是间接继承的这个类 所以这个类又相当于对smarty 给出水化完了 所以你在用到的smarty 都是在这个类出水化后的smarty类 然后action呢 这就是用户的一些常用的操作 里边编写了一些用户的常用操作 比如说页面跳转之类的 后边呢 咱们都会详细的说 所以这里边呢 也具有smarty功能 并且加了一些跟咱们控制器 默认相关的一些常用的操作 写在这里了 所以这里边写的方法 咱们在这块都可以直接用 或者在这里边都可以直接用 而这个类呢 放到用户目标下 用户可以对他任意改版 比如这三个类的公用的操作 我就可以写在这个里边 就可以写在这里边 这就是咱们控制器的一个 继承关系 控制器继承关系 那既然咱们类声明了 那控制器里边写什么 那咱还得看一下这个图 咱们确定好模块了 你在项目需求的时候 就得知道 对这个模块用户都有哪些操作 用户每一个操作 如果是过程化的开发方式 咱们都是独立建一个 点P2P文件 而现在咱们为了 对这个模块好管理 就把操作 跟用户有关的操作 都放到这个模块里边去 这个模块里边 这是用户登录 这个应该叫做Login 都写在这个里边去 跟用户有关的 所以里边呢 一个方法就是一个操作 跟用户操作没关的 那不叫做控制器里操作 那就是模型了 那就得需要写到Model里边去了 所以 在控制器里边 每一个方法就是一个操作 比如说 现在我确定了 对用户进行增删改查搜索 那我需要有几个操作呢 那我就需要 一个操作是一个方法 你看 在这里边 我只要建一个class user faction 建一个默认的操作 比如获取列表界面的 获取添加界面的操作 添加界面上有一个点击添加的按钮 我再有一个insert x数据库的操作 然后我有一个获取修改界面的操作 然后一点修改界面的 数 按钮 有一个更新数据库的操作 然后 我有删除用户的操作 然后 我有 搜索用户的操作 ser 等等等等 所有跟这个用户管理有关的操作 都写在这里 每一个方法代表一个操作 那咱们现在访问的方式呢 上几课咱们也介绍过 访问的方式 就是我们要先访问到谁啊 先访问到哪个模块 如果不写的话 默认访问是index模块 访问index模块 如果你写优色模块 现在就访问优色模块 如果不写后边的操作的话 默认就访问优色模块 下边的什么 嗯 这个类我没保存呢 Ctrl S保存一下 现在变成加号了 你看 默认就访问到这里边index的 你看访问到用户模块 默认访问index操作 那如果我这里边写上add的话 就会访问到add的操作 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 啊 模块声明和访问的关系 这是咱们自动继承 那咱们在写控制器类的时候 咱们能不能手动继承呢 记着扣自动继承 不是P2P语言里边 给我们能提供的功能 而是咱们用一些算法 自己写出来的 既然不是P2P语法的功能 那有很多人说 它不符合语言的规则 的确是这样的 因为国内的框架 基本上都有点不符合规范 就因为它为了用户操作方便 加了一些自己的算法 就像咱们现在这个程序一样 为了用户操作方便 就不用用户手动的写继承 继承什么类了 自动就可以继承这个类 自动继承技术 不是系统里边功能 是咱们自己用程序写出来的 另外控制器 因为它有本身的特点 它并不需要手工的继承 其他的类 可以把公用的操作 写到这个里边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写继承的话 比如写user 你想写继承的话 你也只能继承一个类 extends 继承action 也就是绕过了谁 如果你写继承的话 你可以绕过什么 绕过这个 直接继承它 那就跟这个类没有关系了 一般能做登录处理的时候 一般都得绕过它 因为这里边会写一些全线验证 后期我会介绍这个类的时候 会给你详细的说 所以记住写扣容器类的时候 你就记住一点 对于当不如批评框架 要么不写继承 要么不写继承 它会自动继承 如果写继承 就只能继承action 那都说了 那不让用户随意的继承 这多不灵活呀 这是控制器本身的特点 因为它不需要过多的操作 只要用每个操作 独立是一个方法就可以了 独立是操作方法就可以了 而模型的话 则我们可以任意去自己写继承 虽然它也是自动继承的 但是我们可以任意写继承 这是不同的特点啊 因为它要想随意继承 其他的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是不用这么去处理的 这就是有入口文件 访问那个应用 然后访问哪个模块哪个操作 你就可以给操作传值 既然可以 因为每一个操作 这里边 记住还有一点 记住控制器里边的 每一个方法就是一个操作 你不要说在这会儿 加个说 在这添加里边 我需要一个文件上传 PIVAT 一个方法 一个up LOAD 你看 然后在这里边 我想调用这一次里边的谁啊 up LOAD 这样的写法是不太符合规范的 是可以写的 但不太符合规范的 为什么不太符合规范呢 你如果把这个东西放到了控制器里边 而且是私有化的 私有化的就是一个固定模块吗 是一个固定的模块 那就要放在model里边去吗 而并不是放在控制器里边去完成的 所以这功能就需要放到模型里边去处理 就是model 他属于model了 而这里边写的操作就是用户通过地址来访问的 所以在控制器里边不要写私有方法 属于私有方法的就是一个model 是model就往model模块下放 而不让我这里边放 所以这里边每个方法都要是公有的 另外呢 咱们所有的控制器的操作都是通过UR去访问的 都是通过http冒号 比如说3w.boprp.com 下边的index.prp-用户模块的 比如说add都是通过这么访问的 所以你这里边如果声明参数 a$b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这样的方法它不是模型 不会说在其他的方法里边去调用 而都是通过UR去访问 那既然不是通过其他方法调用 你就没有必要通过质存参数 而你通过后边写的id5 cid是6 就会把它存到$下方形get里边 那$get里边就有一个什么id是5的值 还有什么cid是6这样的情况 就会有这样的值 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m代表模块 代表模块a代表这个操作 我这里边先写了 前面还有两个 一个m 一个a 我只是给你写下这个格式 所以说这 这是控制器里操作的特点 就是每一个方法代表一个操作 这个操作不写私有方法 写私有方法 它就是一个模块了 需要写在model里边去 然后呢 它不需要参数 其实是需要参数的 但不需要在这什么参数 因为它不需要在别的地方调用 只是通过UR来访问 访问的时候通过地址栏 也能把数据传进来 也能当参数 所以控制器是非常容易写的 最主要的是你再将一个项目 怎么能确定一个模块 和确定这个操作出来 只要一确定了 那起个名称就行了 没有任何参数 每个都没有参数 参数都是通过地址栏进来的 也能接收到 就跟访问独立胶本一样 所以说控制器就是将 一个整体的模块的所有操作 整合在一起的 统一控制 统一调度管理的一个类 那你要把这个控制器分好 那我们基本上项目就差不多 核心的东西就写完了 这是模块的操作 这下边写例子 生命模块 你可以写继承 你就得继承action 对吧 然后你默认继承common common继承action 那我们来这 这会咱们来再说一下谁啊 说一下 如果我们不写继承的话 他默认继承谁啊 默认继承 你看 common 那这个类是干嘛的 看一下 比如说 如果每个模块都有增上改查 那我就可以把增上改查添加 你看啊 添加 修改 还有什么 比如说删除 等等等等 如果我写在这个里边 那 所有的其他的类都是自动继承这个类 那这里边写的增上改查 那其他类里边都默认有增上改查了 当然这个呢 增上改查的如果格式是完全一样的 你可以这么写 如果格式不完全一样的话 尽量别这么写 那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 这里边 有一个 空方法 你看一下 我现在访问user里边有test 答应的是 u a是test的 我现在访问index模块 里边也有test 看一下 是不是就这一个操作 相当于在每个模块的加相同的操作的时候 你需要在什么 在这个common里边去加一个方法 需要在这里边加一个方法 这是前台的 方法 那这个自动带这个方法干嘛的呢 你看一下 我这会儿随便打印一个 一行圈 你就知道他干嘛的了 你看 我不管访问哪个操作 比如说 我访问index的下边index的操作 你看一行圈也执行了 我访问user下边的add的操作 一行警知行了 下边有一些错误啊 因为这代码里边 我刚才咱们写代码没有注释 你看mod的操作 一行圈也 dr一行圈也 也就是 按照这个图来说 所有模块 看那图吧 所有模块里边 你不管访问任何一个操作 都要先执行callman里边iit的操作 所以说 这个iit能干嘛的 在这块去写 全线验证是比较合适的 因为只要这里边通不过 那后边操作就执行不了 比如说在这打印那条代码 我写的是全线验证 只要在这块封死了 那后边操作就访问不到了 因为想访问别的操作之前 都要先经过这个方法 所以这个是专门为验证 去写的一个方法 比如后期 我给大家写项目的时候 把用户判断用户是否登录 写在这里边 判断用户可以执行 通过权限可以执行哪些模块 哪些操作 我会把代码写在这里边 看一下 那只要在这一个地方验证 那整个项目 别人都是进不来的 所以说 专门做登录模块的时候 咱们又绕过这个模块 因为登录模块本身 如果也是自动继承他的话 登录模块本身就防不了了 因为还没登录呢 可能先要防御登录模块 所以登录模块 又绕过这个继承action 这就是 咱们user里边 当然这个方法没有 所以刚才出错的 里边操作的写法 和他默认的一些继承关系 还有这个类的干嘛的 你看 这个类是一个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所有操作都先执行的方法 所以可以在这个方法里 完成用户的登录 后边我会给你写一些 项目模型的时候 会给你用到这些 如果现在你先了解一下就可以 也可以定一些方法 被所有自动继承的类 也就是所有扣承器 可以共用的一个方法 这是扣承器类 然后操作的声明 你看 这里边每一个方法 每一个方法就是一个操作 而每个操作 咱们也可以存参数 刚才咱们已经介绍过了 那每个操作呢 都是访问 你看都是user模块 add user模块mod 还有user模块的dl 是这样的 一个关系 那有人还问了 说 在咱们这个user模块 可不会写构造方法啊 faction -conft uct 可不可以写啊 可以写 但是写的一般的呢 没有什么意义 那我都说了 连接数据库的模型 我连到这 当然这模型 后边我会给你介绍一下 比如说这里边也写属性 你看写属性写方法 是完全在扣容器里边 没有必要的 但是可以写啊 比如说 写个属性 用户等于 空 然后这块 dlfzs里边来一个 duser 比如说在构造方法里边 我创建了一个什么 user连接数据库 只用这个 然后在每个里边 想连接数据库用的时候 都直接zs里边的 谁啊 user 然后里边slack的 就可以查询数据库了 但是这样的方式并不是很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想把连接数据库代码写在这的话 那么想用这个的时候 因为构造方法是你执行任何操作都必须执行构造方法的 是一个对象创建的起初就开始执行的 所以说 哪怕你有一些不 比如说 这个只要添加界面 他不需要连接数据库 但是如果你构造方法有这条代码的话 他也去先连接了 而且我们还没用到这个连接 那这次连接就属于浪费的 所以呢 我们在做成绩的时候 你就辛苦一点 干嘛呢 最好连接数据库写在每个 写在每个操作里边 那写在每个操作里边好在哪呢 那就需要 怎么的 用到连接数据库的时候 我再写 用不到的我就不写 这是他的好处 另外有的又说了 构造方法 你不用复类肯定也有构造方法做处理化的 你不用先调用一下这个吗 复类的 不用先把复类的构造方法这么调用吗 那 如果你这么写的话 这话还没写继承 感觉很别扭 所以呢 我这边也给你做自动了 如果你写够的方法 就会先默认帮你调用一下复类的构造方法 如果你没写的话 那就用复类的构造方法 所以这里边都做好判断了 所以里边那条 就是你写不写都行 当然了 我不建议你在控制器里边 去写构造方法和成员属性 控制器 一个方法就是一个操作 需要有的就是方法确定了 而且不要写私有的 好多人弄不清楚控制器 说就是一个类 那我按类的所有规则去写好不好啊 当然可以按类的所有规则 但是并不合理 你就像我刚才给大家讲的那样 去应用这个类就可以了 它就是本身代表一个模块 里边呢 就是在针对这个模块的所有操作 用它就是用这个意义 而并非像一个应用类那样 非得写全了 有属性有构造方法 然后呢 每个方法有参数 它并不是那么用的 要清楚这点 好 这是咱们控制器类里边说的模块和操作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按照这个继承关系 咱们知道 这下边类都可以咱们自己声明 声明模块和操作 这里边当时也知道作用了 里边IT做验证用 其他加一个方法 就是给每个模块都加一个操作 那再往上走 它这里边给我们提供了什么 这里边给我们提供了一些 跟页面跳转有关的一些常用的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页面跳转的方法呢 咱们就写在了 刚才能看到了 这个上层类 在这个里边 那我们把这个类可以打开 我们去看一下 在这里边 Action 第一个就是 看这里边我们写了几个跳转方法 成功的 默认有三个参数 看一下 这三个参数 我一会跟你说一下 然后错误的跳转 当然有私有的 就公用部分跳转 然后还有一个重定项的 跟下边呢 咱们一起说一下 好 既然都写在这个类里边 那我们来 比如说 我们现在访问一下这里边的 比如这里边打印一行 这是 Use模块的 index的 点这点 那现在 假如说我插入数据成功的话 Instead成功的话 我将它怎么的 跳转到 用succes 如果你什么一部写的话 那默认就会 跳转到 上一集 操作的页面 比如说 我先 那你要想有上一集 你就得先访问过上一集 比如说 先访问index的 先访问这里边的 Usear.index的 然后 比如说我插入数据库成功了 Insert 插入成功 操作成功 又跳回来 跳回到上一个操作的界面 这是上一个操作界面 咱们再演示一下 Insert 在这里边插入数据库成功 提示一个这样的页面 然后过去 那如果他上面刚才就提示操作成功 如果我想提示更多的信息 比如说 添加用户成功 探号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假如说我们直接访问这个插入数据库 Insert 添加用户成功 然后跳回来 那有可能时间太快了 因为添加成功的话 没有必要显示太长的时间 那假如说你觉得时间太快了 我可以这块加时间 比如说三秒钟 默认添加成功 成功的显示是一秒钟 失败的默认显示是三秒钟 那你可以用第二个参数指定一个秒数 那比如说我现在再添加成功 Insert 添加用成功 三秒钟 321 再回来 那如果我想详细看一下这个信息的话 我可以点一下停止 它就停在两秒这了 然后你看完这个提示信息之后 你就点这里 就直接转过去了 那如果 我默认 我想指定它成功 跳转到我指定的地方怎么办呢 第三个参数 比如说 我让它跳转到修改模式下 比如插入完之后 到修改模式下 这块是User下边的 MOD 点这点 你看一下 我只需要在这块加一个 你如果直接加 MOD 默认就是本模块的MOD过来了 你看 再访问 Insert 添加用成功 看看三秒钟 跳转到 是不是User下边的MOD 上面User下MOD 是转到这来了 那如果能不能转到其他模块的 MOD下边呢 也可以 怎么转呢 比如说 看一下 刚才咱们写在是后台里边的 Admin下边的 控制器下边 比如说 我添加成功 转到 文章页面里边的 哪个方法里边 这块 class article 比如说 转到这个里边的 faction add里边去 p 打印一下 这是 文章 里边的add 那我只需要在用户这控制器里边 这会改上 前面加一个模块名就行 你看 如果加两个参数中间 鞋上隔开 就会转到这个模块下边的 MOD 我刚才是add add下面 好 保持了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你看能不能过来 访问右四模块下的 比如Insert 插入成功 三秒钟转向 你看 是不是文章下边 add 上面文章下边的 add 就会转过来了 所以第三个参数 在这里边 就是指定一个位置的 不指定就是上一次访问的 如果指定一个参数 就是本模块下边什么操作 如果指定两个的话 就是什么模块下边的 哪个操作 当然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什么呢 如果你从一个页面 去往另外一个页面 一定要有办法 能把本页面的一些数据 能带过去 如果页面数据带不过去 那么有一些成绩就写不了 所以呢 咱们这里边 你如果想把一些数据带过去 你后边可以继续加参数 比如ID是5 CID是6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数据带过去了 那我们在这块接收一下 除了打印这个 我们再打印$下方形get 你看能不能把ID等于5 CID等于6带过来啊 这块还是访问 用户模块的insert 你看 好 不光是转过来了 还把什么 ID等于5 CID等于6带过来了 那如果是本模块数据怎么带呢 比如说 我现在到下边这块 我把数据带到这来 导入消息get 如果是本模块的话 你一样前边 不然的话少个参数 如果只提供三个参数 本来我原来的计划是 将带参数写成第四个参数 这样的话 有可能说 用户写起来 有的参数是一个整体 那你分成两部分的话 就不太好操作 咱们后边重定项 就是直接分成这两个参数 那这块还得写 Use模块下边的 MOD 你这就不能直接写MOD了 你必须写什么模块 如果想带参数的话 必须加什么模块下边的 什么操作 才能把数据带过去 好 我们再来访问一下 比如说 Use下面的insert 然后比如说 这这样 三秒钟 你看 一样 把Use下MOD 5和6 带过来了 这就是我们这里边的 成功提示的三个参数等用 通常我们都在处理数据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处理完之后 这个操作 因为控制器就控制一个流 业务流程嘛 业务流程通常都是有操作完 或者成功失败都有一个去向 那这去向呢 通常就可以用这个去设置 当然了 你可以在Callman那个类里边 你可以自己去改写一个跳转的方法 然后用自己写的跳转方法 去任意去跳转 你也可以把刚才咱们那个界面去修改 那错误界面呢 错误的提示 跟它是一模一样的用法 只不过用的方法名不一样 用UOR提示的消息不一样 比如 失败 那么错误提示一面 默认这个就是三秒 那比如说 我现在做一个错误提示 比如这话 来个insert 你看 就会有一个X 然后添加用户失败 然后跳转到这个地方 用法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提示的界面 成功界面和失败页面 两个不同的页面而已 这是成功和操作提示 那有的时候 咱们在做去向的时候 比如说一个操作成功或者失败 做去向的时候 不想提示他 就想直接转的话 你可以用重定向 可以用重定向 比如说 删除用功成功 直接回到index 那失败的话得提示 不失败的成功 就不提示直接过来 你就可以用什么 REDI RECT 当然了 这个就不用指定时间了 比如说 直接用这个 $这次里边的 REDI RECT 那当然也不用 时间也不用写提示了 你直接写模块就行了 比如说写index的 那就直接写什么 转到 看一下 insert 直接就转到用户index 没有任何提示 他就能转过来 那如果是 本模块这么写 如果是其他模块呢 你一样可以怎么当 可以加 比如说 ARTICLE 下边的add 转到这来 你看 我一样可以转到 其他模块 下面 use下边 insert 你看 直接转到文章下边 如果想传参数的话 也是一样的 但是你 不要在这个下边 继续写了 我给你提供的是 第二个参数 你在这传参数就行了 比如说ID等于 4 CID等于9 你看我一保存 这样的话 就不光转过去 而且呢 把数据也能自动带过去 用户下边的insert 你看 ID等于4 CID等于9 就直接跳转过来了 这就重定项 所以这几个操作方法的应用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这就是我们一个 模块的一个继承图 一个操作的一个方式 嗯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 给大家介绍了控制器的一些应用 下节课呢 我们先不介绍模型 我们先介绍一下视图 因为在控制器里边呢 它是调度于视图和调度模型 之间的一个控制 所以先将哪个后 将哪个都无所谓 那咱们就还是先来学一下视图 会更方便一些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接着到这里 人生自古随无死 男生再学PAP 孙当作人爵 死一学PAP 垂死兵重 金座起 今天还要学PAP 少壮不学PAP 老大涂上飞 洛阳亲友如香问 就说我在学PAP 春年共觉想 处处学PAP 在庭院做理念 在庭院学习乡PAP 众里寻她千百度 不然回首 那人正在学PAP 这边还要作主 准备 这边是 你 你 感谢观看